有烧烤店在网路上 PO出了一段PO文 表示自己被上了一颗心的负贫 原来是这个顾客上网抨击说 他到这里面来生蚝吃到饱 没有想到这生蚝的尺寸 真的是太小了 所以让他很生气 但是店家相当无奈的表示说 现在的天气 生蚝的尺寸就是会缩小 季节比较散 那吃起来的猪皮呢 猪皮是都还好都可以 都会甜都很好吃 人家都反应都很好 就是说它的季节 比较散烧化 其实直接到东港的海鲜市场 其实店家都表示说 因为受到了天气影响 就是越冷的时候 其实生蚝这一类的海鲜 通通尺寸上面都会有所影响 甚至是有缩小的机会 因此这一名消费者 到这个烧烤店里面 去生蚝吃到饱 遇到的这个生蚝呢 尺寸比较小 其实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关系 并不是真的店家 想要来欺负它 除了受到了天气冷的影响 在台风前夕 其实生蚝也会变小颗 再次药 哇 中文字幕——YK